乾隆也爱喝奶茶吗 乾隆祖辈是幽默民族 这天吃饶喝酒 吃蔬菜少 最后 喝了加了奶的茶也睡后 啊兄弟 晚上一起烤前阳 喝奶茶的传统就这样延续下来 皇家奶茶配料可不一般 牛奶来自工厅牛圈 一百多头奶牛 吃好的喝好的 随时供应新鲜牛奶 快快快 等会儿就不新鲜了 茶叶要选顶级供茶 一般的茶叶还选都进不去 水要用玉泉山山泉 当天和当天打 再加入几瓶奶油清甜 牛吃一个大汉 住之后就能上茶了 万岁爷 兴请 嘿 任我这镶嵌了一百零八颗红宝石的可甜一碗和奶茶 二三 记得每天给我盛一碗 乾隆的后厨如何保证食品安全 首先原材料就要严格把扣 宫里有专属的猪圈 牛圈和鸡鸭房 蔬菜也有专属的菜园 我跟万岁爷的距离只差一个猪圈 然后每道彩虫 洗菜 鸟菜 抽菜 橙菜 每个环节都会有人监控 啊 冲子了 做菜流程也会被荡案房全准记录 方便后期追溯 除了徒一而经贷 猪的还要掌握食物搭配猪食 万一弄错了 让邪龙挖肚子 会赏赐你一百大板 舅舅 我也不知道两本大招王会穿西 也就是你 管我过得怀疑的质量欠费 然后无论什么情况 五六千龙桌开饭 办法也就要立马上桌 否则 会赏赐你四十大板扣两年工资 舅舅 我也没想到万岁爷会熬夜加班的 此外 预想忙 二十四小时 都有人值班 想干你抽鸡摸狗的事 也挺难 感同万岁爷的猪 拿下 舅舅 都是我 大招 捏赏 给我手势打 我是冲小绿 关注我 跟我一起铲石 你敢吃苏东坡做的饭吗 相传 苏东坡去登州入职时 当敌人给他接风 安排了三天海参大餐 哎呦 这玩意儿也太好吃了 后来 苏东坡回请大家 拿出了独门倔技 快去把海参和东坡肉一起炖了 我要惊艳全场 结果 海参一上桌 全场醋白沫 老苏呀 你这是做的螺丝粉炖榴莲吗 我可不想 今年遭事呀 苏东坡 捏着鼻子 看看锅 发现 虎干臭 海参还少了三头 真纳闷呢 厨子 留着鼻血 冲进屋 大人 身里有毒 流鼻血了 敢动 啊 怎么会这样 真想 只有一个 厨子 加工时 没有把海参 煮熟 浸泡一天 导致海参 提丑 那消失的海参呢 被车子偷吃了 它的鼻血 就是证据 大人 乱错了 乱看着海参太重 担心您中毒 就寄您试了它 这么不 是没想到啊 苏东坡 太后 哈哈大笑 赶紧写诗记录下手 四只身 三次师太 一丢人 高牢当居 登周府 活身佐久 沈天神 我是崇晓绿 关注我 跟我一起铲石哦 古人会想喜欢吃臭的 比如 长沙臭豆腐 安徽臭桂鱼 广西酸笋 北京豆汁 古人都爱得要死 其实 主要原因是 古代食物匮乏 保鲜措施有限 于是便研究出 发酵食物的工艺 不过 对于孔子 吃臭 明显有难度 哎哎哎 鱼能要肉败 不是 不是 但是对于古代苏州人 夏天能吃上一条 臭食手鱼 能美得 咳不龙嘴 这鱼 中底的 除了平民 皇上也爱吃臭鱼 比如江南的顶级贡品 食鱼 号称出水即死 于是 当地官员要连夜 撒盐加急派送 历经一个月 才能到京城 舅舅 这鱼都臭 闪一边去 没见过世面 这叫臭 千万别让少年 知道这鱼坏了 多一时 不如少一时 于是 地后平非都以为 这鱼本来就是臭的 他上次给大神一起吃 大家一起干了 后来 又不太监去江南办事 尝到了新鲜的食鱼 你当我傻呀 食鱼是臭的 你这是假鱼 这是真鱼 我活了七十多年 就没吃过臭食鱼 古人知道 毒蘑菇咋办 比如有次 苏东坡跟朋友 在园子里瞎逛 突然 苏东坡发现 树上有一种神奇的生物 这黄甘甘 看着不赖呀 于是 他立马起锅烧油 炒蘑菇 还好 他们饭后 没有看到小人跳舞 可到了南宋 一个叫德明的僧人 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有次出门找食材 随手就把别人 分头的蘑菇给撸了 退去给师兄弟 补补身体 他用鲜蘑菇 炖了一大锅中 可当他从厨房出来时 看到十几个兄弟 当场处死 德明吓得 赶紧冲进厕所 找几个 才躲过一劫 而一个叫定心的 窝果僧人 同样也中了毒 可他却忘记了解药 你当我啥吗 我死了也不吃着 抽玩意儿 然后他就去逃饭 完了 我是冲小绿 关注我 跟我一起铲食哟 古人有多重视 食品安全 比如南宋时 有些小贩 为了确保虾米 运到精神新鲜 就用奔变泡一碗 运到精神后 再用清水洗净 卖给城里人 啊 这天的虾味 真正 有些小贩 更觉得 反正绝不做回头客的宗旨 给猪肉醋水 给主机塞沙子 往眼里探白灰 哎呀 算了 别精进气交 甚至把坏肉卖给顾客 来 您拿好 今天的肉 可真 为了确保百姓的食品安全 政府迅速出台措施 往肉里注水 会被凑打 大石大板 打完再犯 会被关进牢房一年 故意卖变质的肉 给顾客 就会被流放一年 造成他人死亡了 那就跟神所做朋友吧 该 而且 商贩必须加入 对应的行会 行会老大会定期 对商品进行检验 如果有问题 坐在行会 都会被停业准断 说 你往猪肉里 你看了啥 看的太多 我也不记得了 古代杭州 也是美食荒漠吗 比如南宋时 清河君王张俊 为了找工资 就在杭州 请宋高宗吃了顿大餐 关家 这可是特意为您 量身定制的大餐 有 姜醋甲公圈 姜摇炸肚 油谋签 姜醋生螺等等 嗯 真像 为啥说是量身定制 嗨 您不是 丧失了部分功能吗 这菜 不是 那我得多吃两口 后来 变形美味的宋高宗 坐船去西湖放生 真美呀 去拥抱大自然吧 今天的鱼可真多呀 还挺大个儿 中午 他在湖边吃了一碗 宋嫂做的鱼根 好新鲜呀 从此 宋嫂鱼根成为 临安餐饮界的命流 啊 能喝到鱼根 死也值了 据说后来 宋嫂又研发出一道 震惊全程的名菜 西湖醋鱼 能活着吃到一口醋鱼 真是值了 至今 这道菜 还让很多人刻苦铭心 这鱼好吃吧 这么说吧 这鱼 死得愿呢 你觉得呢 我是冲小绿 关注我 跟我一起铲石 你能想象在明朝 吃口猪肉 全家都要重军嘛 话说 猪狗赵15岁登基结婚 28岁还没孩子 郁闷的他去江南 夸天酒地散心 路上看到百姓杀猪 这猪就是废物 连猪都赔不上 猪狗赵当时脸就绿了 我姓猪 还数不猪 杀猪不就是杀我吗 于是他下令干掉 全国的猪猪 谁敢哑猪 全家重军 对对对 可老百姓这边就不干了 好几个月没开婚 都饿极眼了 他们冲到猪后罩别墅外 劝他调戏淋一时 朝里面扔了个 绿色大猪头 猪后罩吓得 连尿三天床 郁闷的他 去江上打一散心 结果被拽进水里 万金只喝了几口水 不过 因此得了肺炎 不久就嘎嘣了 进竹令也随即取消 看来我真的跟竹犯冲呀 我是丑小绿 又是禅士的一天呀 秦始皇吃的 有我们好吗 其实郑哥连炒菜都吃不上 日常早餐 也就小米粥配点腌韭菜 你懂啥 原生奶才健康 不过午餐就丰盛很多 除了炖肉吃 还能变着法的吃烧烤 大厂 烧烤弄好了没 大王请看 这是番局 主作大火烤卷肉 这是智菊 主作鹿肉烤串 最绝的还是跑菊 要在正猪肚里塞水果 然后过泥小火烤 只有您这样霸气的人 才配吃 可惜 杀草神器 滋涼和辣椒 还没传进秦桥 因为烤肉 吃着才地道 而且寡人还有酱 大王 这里有鱼酱 蚂蚁酱和兔酱 这图价 我可是精选上等腊肉 且最后 掺入九举和盐 放进瓮中蜜蜂 独足发酵了三个月呢 真行 油赏 当然 酒足饭吧后 舒服 郑哥也会喝点黄酒 酒精度嘛 大概一度 寡人的生活 你羡慕不 我是冲小绿 关注我 跟我一起 全使用 齐国为了吃烧烤 有夺品 比如 齐桓公刚上位时 齐国那是内忧外患 名不聊生啊 聊吗 不啦 谁来放吧我 然后就场往馆仲就来了 在馆仲的建议下 齐桓公轻摇薄腹 广纳贤财 能功巧匠 只要来齐国发展 工资翻三倍 请进请进 外地商人来齐国进国 不但免税 还管吃管住 谢谢啊 齐国真是好客啊 接着把盐铁收归国有统一管理 不但食盐量大增 卖到国外还能多赚四十倍的利润 再提过没有难做的生意 国家有钱了 百姓的日子也很滋润 舅舅 晚上要不要来我家吃烧烤 好嘞 我多带点人去 当时的烧烤非常狂野 一把三叉戟 插上半斤肉 让你一次吃到爽 对 就喜欢这些人的设计 九九真可 考不完 根本考不完啊 我是冲小绿 关注我 跟我一起禅食哟